官方演示我就下了这么一个 下了这么一个 官方这个墨水先生 墨水先生 次世代的话 目前来说 目前来说没有用这种肌肉系统的 目前没有用这种肌肉系统的 次世代的次世代里边的那种肌肉系统都是用谷歌网证来实现的 就是你说的是那种纯游戏那种效果吧 而看一下这个官方的演示 我给个材质吧 给个材质 这是他官方的演示 他这个动作比我 比我自己补装念不畅一样 这个课程里边我会讲这个专门为次世代做角色怎么用 次世代 次世代现在没有实质吧 没有实质的肌肉吧 最后没有那个实质的版本 所以说 我想 因为毕竟它游戏它是实质的嘛 它是那种实质 实质的这种演算嘛 毕竟它它肯定是和这种动画这种渲染 这肯定是还有还是有区别的啊 你要说一点区别没有那不可能 是吧 要全都是一样实这个 由于四那种全实质演算完全达到这种渲染级别 那威瑞永和阿姆德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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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会讲这个游戏的 这个 你们报名之后 拿到这个直播课的 那个完整的课表 你能看到 我会讲这个 讲三种 第一种就是 动画勇 就完全动画勇 完全勇士勇 就这种 就这种 这个导游一次 用它渲染 然后第二种是 应该是 用作能展示吧 实时展示 有点像这个 再看一个视频 有点像这个 像这种 当然它这个用的是 全部都是扫描啊 你的模型 你的材质 你的表情 全部是扫描 捕捉 逼坑 这几百万的设备 当然这个东西 咱们是没有了 所以说 咱们捕捉这效果 肯定是没有 它这个 是这么好啊 因为 用iPhoneX的话 但是iPhoneX的话 达到由畅文 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我第二个就是 讲这种 这种是怎么做 就是不是那种 直接导换存的方式 就直接在UZ4里边 做这种 导这种 这个FBX 然后还有这种 这个 我帮你们看过没有 这个SERN 这也是 这是一个实时的 实时的 08年 08年 人物表情的话 我会告诉大家 这个数据怎么用 会告诉大家 这个数据怎么用 但是捕捉的话 是这样 因为这个动作 表情捕捉和动作捕捉 它有一点不一样 你知道是什么不一样吗 动作捕捉 它有这个通用性 你从网上可以下载 是吧 是BVH 这FBX都可以下载 是吧 表情捕捉的话 因为它是 它都是每一套 表情捕捉系统 它都是独立封锁的 它都没有这种 通用性 所以说你没有办法 去下载到表情捕捉数据 所以说这个表情捕捉数据的话 我会在这课程中里边 把这个作品当中的 这个表情 数据 会提供给大家 就是这些 我给你倒上一个看一下 是这个 这些 这个 对你说的非常正确 所以说我会 所以说我 我会讲到三种方法 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 然后来选择 适合你们的方法 就哪种都有 第一种就是 我刚才讲的第一种 适合勇士的 就是有肌肉 就是这个 解算列是最细节最高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刚才那种 三轮那种 那种那种实时演示的 但不是游戏的 实时演示的 你可以用blender shape去导 去做一些修饰 然后那个谷歌 关节那块的修正 也可以用蓝图 去驱动变形 驱动那个 move target 那区块里边 不叫move target 变形目标 我就告诉你们 这蓝图怎么去驱动它 就跟玛雅里边 那个 这个 pose layer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空间资认变形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就这个意思 在区块里边 怎么通过蓝图来实现 这个 就是戴不安的shape 第三种就是 完全用于游戏的 完全用于游戏的 完全用游戏 就没有布兰的shape了 调一下 看一下这个 应该是 82帧 我记得是 要挪上点 这个是用iPhoneX捕捉的 iPhoneX捕捉的 这个是还没加修改的 还没加修改的 然后接着回家 你刚刚那问题 说完了 第三种就是 完全适合游戏的那种 因为 因为我不知道 你看没看过游戏的那种模型 游戏的那种 只要是一个正式的游戏项目 它一般来说 都不会有布兰的shape 虽然 虽然游戏4里边有布兰的shape 但一般来说 它不会有布兰的shape 因为为什么 布兰的shape占用资源 游戏那个 对帧数要求很高 是吧 你最低不能低于30分 你那里边 如果表情全用布兰的shape的话 那你这 这些角色导到里边去 那这帧数不是卡死了 不是吧 所以说 你要把布兰的shape的那种 动画导成 骨骼 导成这种面部 那种骨骼点的绑定的方式 然后导进这个 在U14 在U14里边的话 用绑定的方式 实际上的表情 第三我就是讲这个 怎么把这个 怎么把这个 伦的shape的表情 变成骨骼那种方式 变成骨骼 绑定的那种方式 导入U14 来进行一个 真正为游戏开发的一个角色 就全部都是实时的 全部都是那个 NVX 只有模型和骨骼绑定 这是一个标准的游戏用角色 布料 布料也是有实时的 也是 然后给你们讲实时的那种布料 怎么怎么去做 这个表情数据 我都会提供给你们 都会提供给你们 因为这个表情数表情这块啊 如果我如果我要是讲这个表情捕捉的话 那你们每个人都得需要买一个设备 对不对 动作捕捉你们不用买 对吧 动作捕捉 你们直接从网上下载 Mixamo那网站上 各种各样的那种动作 你们想下载什么样的都可以 你看我那里边 我还是 我还下载了很多 那个动作 我也在用那个 但是表情这块就没办法了 表情这块你下载不了 但是我会提供给你这个东西 是吧 为什么不讲这块 因为讲这块的话 你是要买一个设备 是吧 因为有一些学员可能 对这个设备啊 可能有一些 这个经济 经济条件啊 可能不允许啊 你在花个大几千 再买一个iPhoneX 或者你花一千多块钱 买一个摄像头 当然你要是愿意啊 就自愿愿意买啊 这个我肯定不拦着你了 这个肯定是 肯定是 对你是有帮助的啊 但是你要是不买的话 也不影响你学这个课程 这些表情数据都会提供给你 然后你就用这些表情数据 先去做这个作品 先去学这些东西 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 MireLevelink这个的话 这个目前来说 没有在这个大纲里边 课程大纲里边规划 但是这个每周直播的话 可能后边 有可能会根据学员的一些 这个意愿 做出一些微调 会做一些微调 如果说这个Levelink 比如说大家多数都想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以临时加一个 可以临时加一个 这都是没有问题 都是看情况 但是现在这个课表也没有写 没有讲这个 你是要做那种实时主播吗 一般做那种实时主播的话 会用这种实时的插件 但是MireLevelink没法同步表情 好像是 这不然是也没法同步 你只能说用我刚才说的第三种方式 把这个表情转成全骨骼那种方式 同步进去 你不然是也没法同步 只能同步动作 这个是动作库 然后你看到你们还有什么 还想知道什么 还想问什么 这个是动作 这个动作 这都会提供给你们 这些动作 这些动作都是我修完的 都是那个MV里边 那每一个镜头的真实的原始动作 就是用了它 可以 面部骨骼 你倒是修完引擎的话 就跟这些骨骼是一样的了 它没有任何的特殊 就是说你这一个角色 你这一个角色 全部都用 全部都用骨骼绑定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全部都用骨骼绑定 如果在你的面部 多了一些骨骼 这个我没有没有那个面部骨 没有面部骨 这个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绑定的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我用来测试动作用的 用来测试动作用的 这个我是加了这个HIK了 HIK系统了 用来测试动作用的 这个是 然后这个大家看一下 这 大家看一下这五个文件 这五个文件 这五个文件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模板 刚才说的那个模板 表情可以用社会捕捉 可以 就看你用什么设备 其实你说这个插件 你要是说在游戏公司里边 他们肯定会是有自己的一些插件 有自己方便的一些插件 来导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不到公司里边 你说你自己去去做的话 那咱们就不用 咱们就有不用插件的方法 这个也非常简单 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这个费劲 这个非常简单 操作流程非常简单 这个课程里边我都会讲 怎么跟Max同步 跟Max同步和跟Maya同步 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这个特性型里边 我还会跟大家讲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游繁入简 游繁入简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游繁入简 就是说咱们要找这个共性 找这些东西的共性 我是用Max 我是用Maya 我是用什么 CCD 咱们表面看这些 这些是不同的软件 感觉操作都不一样 但是我要告诉你 找他们的共性 你要知道这些共性之后 你用哪个软件 你都能做 只要这个软件 它具备这些同样的共性 它就没问题 只要它就 它有一点问题没有 你像这个表情捕捉 它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BlendShape 任何一个塞软件 都有BlendShape功能吧 Max叫Morph 是吧 Max叫Morph 这个U14也叫Morph 是吧 CCD 胡迪尼什么 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 肯定有 就最基本的BlendShape Maya叫BlendShape 就是最基本的融合变形 只要你有这个功能 这个苹果导出来的 苹果导出来的这个表情数据 可以导到任何一个软件里边 它只要支持BlendShape 你就可以随便导 没有任何障碍 非常的简单 你看 这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它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人头啊 就是这么一个 BlendShape一个数据啊 就是这么一个数据 就是这么一个数据 这就是表情捕捉的核心 这就是表情捕捉的核心 你看那个Vcom啊 什么那些上百万的设备 那看着就脸上画点那些 全都是那种啊 其实你看着那些东西 感觉挺唬人的 实际上它的核心 都是BlendShape 可能有空用过那个FaceWire 绝技是吧 那个就是用FaceWire做的捕捉 FaceWire是一样 FaceWire好像还没有这个 FaceShape的那个表情捕捉多啊 它好像在40多多了 因为这个iPhone 这个iPhoneX可能是50个 那个FaceWire可能是差不多 差不多50多个 都是BlendShape 这个核心 FaceWire那个东西 我不建议使用啊 那个东西你是要做那种 就跟刚才有一朋友说的 实时那个 你是要做这个 实时主播嘛 就是那种 你如果不是做那种 实时主播的那种形式啊 我觉得 最好不要用这种实时的方式 就是用实时传递 因为实时传递 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啊 就就像我刚才那网友卡一样 你你一旦一卡之后 它那个卡的那个 那个那那那段 是吧 那点瑕疵就全部给你传上去 你的那种瞬间那种表情 它不说不好 它会瞬间给你传上去 那个数据 最后它是你没法修的 那种卡的或者抖的那种数据 你最后如果修它 那你是非常痛苦 知道吧 你如果网快的话 那没问题啊 没问题 但是Face AI那个东西的话 你试成功了 那个东西 首先你要有苹果开发者账号 然后还要有这个 好像还要从Mac Mac笔记本 还要从苹果笔记本 往上传 往你那个iPhoneX里边 输出一个APP 然后你点开那APP之后 才能连 课程程序 这个的话 你扫屏幕下方 这个二维码 去咨询客户 客户会给你详细的解答 零基础 零基础就是 软件的操作 这块也不行吗 那你可以先去 先去学一下 这个软件的基础 先去学一下 软件的基础 你可以边学基础 然后边学这个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 只要你 只要你愿意学 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你就算没基础 你学着基础课 然后我这边 你只要基础差不多了 咱们不是四个月课程吗 四个月课程结束之后 这些课程的这个视频 教程 直播这些东西 都有吧 都有的话 你继续 你继续学继续练 你做一年 做两年 然后咱们还有这个售后群 是吧 我就不信教不贵你 对吧 就是这样 我就不信教不贵 因为这 为什么 因为这套东西 我已经实践了很多回了 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你按照我的这个方法做 肯定是没有问题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肯学 只要你愿意学 max不用差价 不用差价 不用差价 直接往里倒就行 直接往里倒就可以 这个同步数据 我到时候在课程里边都会讲 都会给你们详细的讲解 怎么样同步数据 max不用任何插件 这个同步表情数据 任何软件里边 不需要任何插件 直接倒进去之后 就可以同步 我会告诉你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这个详细的方法 同步完了之后 然后还可以进行二次的修改 X战友 X战友讲解 这个毛发解算 主要是X战和NHire 主要是两个都有讲解 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就是怎么样去解算 这个 这个X战的这个毛发 怎么样去解算NHire的毛发 然后这两个毛发 解算完之后 怎么样去导成 导入U4 都会给你们讲解 这是一条完整的 动力学这块都会讲解 然后包括这个布料 这个布料模板 这个的话 我会告诉你怎么去设置 我会跟你讲 这个你要同步 你的角色应该怎么去做 你的角色应该怎么绑定 应该怎么去做 你才能跟这个表情捕捉 这个iPhoneX的这个数据 能同步 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做 你说我随便做一个 我按照我自己 以前的那种 那种习惯 或者说我以前学的 我绑定的那种方法去做 然后我这边在同步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肯定不行 你得按照 专门是为这种 表情捕捉的这种 这种方式来做 它才可以 这个布料 同样啊 这个布料跟那个头发 跟那个角色是一样的 还是三种方法 一种就是这种 你要是想精细的这种 影视动画 这种级别的 你怎么导 然后你用于展示那种 用那个 那个优异寺的那个布料 怎么去 怎么去导 然后这个 用那个骨骼的方式 你怎么去在优异寺里边 用这种动态骨骼的方式去 去实现那种布料的动态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 你都玩过那个铁拳漆吗 林小雨 那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就那个旗袍啊 那个就是U4的一个动态骨骼 绑定实现的一个布料效果 那是纯游戏的 因为纯游戏里边 的话你不可能是用那种 多连形那种那种布料解算 是吧 那种布料解算是肯定不行的 这种就是这个Coloss这个布料 这种 这个同样是模板 都是模板化 都是模板化 我看你们 对2018 我看你们还要问的什么 你说哪个支持2019 是Ziva还是Coloss 还是什么 Ziva现在有2019版 你们可以去这个官方网站去看 他有2019版 现在已经是支持2019了 Coloss也有2019版 也有 我这用2018 布料可以实时解算吗 可以实时解算 我课程当中会讲 会告诉你怎么实时解算 会告诉你如何做这种U4的实时布料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就是这种布料 我要告诉你怎么做 包括这个 这个2019的这个演示动画 其实我现在 我不太确定他这里边 这个女的 他的这个裙子 是不是真的是布料解算 他也有可能是混存 因为他没说 你知道吗 别看着他这种 你看他这种动态效果 看一下 你看他这种动态效果 这个我感觉 这个的话 你扫着一个二维码去跟去资金客服 这个一定要资金客服 你看这个是一个实时的 这个Siren 是一个实时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08年的那个GDC 是GDC 游戏开发者会计上的一个展示 这是一个实时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虚幻 因为一次这个实时布料 可能 应该还是在 是不是在测试阶段 他他他做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服装 可以 你看他这个Siren 他主要他是在哪 他这个肌肉脸在哪 他肌肉脸在脸上 他的脸用这种 他的脸跟身体 补夺都是用微糠 都是用微糠 你看他除了脸之外 他其他这块地儿都是非常简单 你看这个 这个衣服看到了吧 他就是这样非常简单 这样一个裙子 他的头发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动态 没有任何动态 就直接绑在他 就后边那个辫子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那个视频 或者在我那个 这个 这个宣传视频里有 这个宣传视频里有 这视频有 就是他做一些简单的布料可以 你要说做那种特别复杂的这种 你像就这种 这种 就是这样的一个 也不算太复杂 这么一个衬衣 但是相对于 UE4的话 他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了 你看这种短裤也是 有很多层啊 你在UE4里边的话 你就不是特别好 把它做成一个实时的 因为他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设置 所以说 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做这种复杂布料的话 我建议你们还是在麻烦里边去做 你们要做这种动画的话 除非你们就是说 我就做一个游戏里边演示 那没办法 非要用实时 那你就把这衣服设计的简单点吧 设计简单点 对吧 胡迪尼 胡迪尼 胡迪尼一样 这个东西 我还是那个 你用任何一个软件做的话 其实都不是什么问题 你只要把Jiva或者什么其他地方放到麻烦里来做就可以 这个表情数据动作数据都是可以同步的 然后接着说这个模板啊 一二三四五 大家看啊 这五个模板啊 就是这部MV的一个生产流程 就是说我这八个月 八个月做的 其实不是八个月啊 应该是前边五个月 所有的精力都在制作这五个文件上 五个文件 六个 加一个渲染 加最后一个渲染 应该是六个文件 都在做这六个文件 这六个文件就是那个 模板文件 这六个文件做好之后 它有什么用 你看我命名好了 ABCDE 这是一个顺序 什么顺序 就是我动作输入的一个顺序 我这模板文件做好之后 我每一个镜头的表情数据和动画数据 全部从这输入 输入完之后 它就可以往后边再输入这个第二个文件 要用到数据 然后每一步每一步往后输 往往走 那么经过这五个文件的啊 啪啪啪这样的一个处理 最后就输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 动画数据 动画数据就是肌肉模拟好的这个皮肤 然后布料 然后带表情的数据 带动作的数据 还有这个模法 这个解算数据 最后都输入完之后 最最终的文件输入到这个 输入到最终的这个渲染文件里边 我直接在这个渲染文件里边 打一个灯光 说一个环境 我就直接可以渲染了 这是一个 等于这就是一个流程了 最后我输入这个文件 就是输入到这里 输入到这里边 把皮肤 衣服 毛发 毛发是直接在这里边解算的 然后动作 全部输入到这里边之后 这个场景文件就直接可以打灯光 然后打摄像机动画 直接就可以渲染了 它最后的 它最后的这个生产流程 就是六个文件 啪啪啪按照顺利这么一处理 这个镜头就设置好了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渲染了 导游4就出这个成果了 也就是说你后边的这个 后边的工作实际上就是 在这个镜头上 和在设计上 稍微再下点功夫 这个镜头怎么走啊 你的动作怎么设计 可能就在这块再花点时间 然后把镜头设计一下 然后咱们这个东西就基本上搞定了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课程当中 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 制作这些文件的一个详细步骤 那你怎么去制作这些文件 把这些文件 模板文件制造好了之后 你后边这个出 每一个镜头就是一个生产流程 就是一个批量生产 学习过程中还有疑问 可以立即加入正版课程的学习交流群 讲师实施在线答疑 与精英学员互相学习 还可以登录一壶网 搜索课程ID号 获取完整学习课件 工程文件等资料 扫一扫 任何问题 小美胡都能帮助你啦 那么руго待不容易 哇 全镇 寻生 这样 讲师 那 復元 diesen